大家好,今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好像很灵散, 但是大家将它拼凑在一起的时候, 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动向, 这个是经常观察中国的一种方法, 大家说这样好像穿坐附会, 但是我说不是, 因为过去是屡次应验的,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大家国内的朋友会發觉, 现在的clubhouse,还上不上到? 我上一次在这个节目所讲的时候, 大家就含梅疾走,踩Turbo, 因为那时还未封,现在封了, 很快,一热起来的时候, 它马上就下额打封,而且封得很彻底, 封到在国内用VPN上网翻墙等等, 现在都不行, 换句话说,它封网的程度, 保安的级别是比平时更大, 可以看到clubhouse一爆出来, 原来裡面可以有那麽多空间, 讨论那麽多敏感问题, 这就触动到共产党, 尤其是习近平, 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敏感越位。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什麽新闻可以引伸下去, 但是不是, 我从这个现象再加上其他近期的一些蛛丝马迹, 更加看到习近平现在为了明年年底的二十大之前, 在做很多削凡那个削, 或者削别人的资源那些行动, 同时怎样去保住自己, 保住共产党统治的压力。 刚才讲的clubhouse就是它整个意识形态裡面的控制, 我稍后再讲其他同样的工作, 但是除了意识形态之外, 最紧的是钱,最新的一个动态就是, 大家看到现在是年近晚, 年三十晚,明天就是年初一, 在这段时候应该是大家都高高兴兴, 过年,谁知就在年三十晚爆出另一个新闻, 腾讯, 腾讯跟阿里巴巴一样都是网上的一个巨脈, 什麽新闻呢? 就是腾讯的一个高层,张峰, 突然间过年前失去自由, 被官方拘禁了。 什麽原因呢? 就是说他涉嫌是洩漏了一些数据, 具体当然没有讲了。 这裡立刻令人联想好几件事, 究竟这些数据是否敏感, 有没有什麽安全的成份涉及到政权安全等等, 是什麽呢?现在不知道, 但是你一去到这个数据那裡, 而且腾讯是一个很大的网上机构, 大家立刻想, 是否现在共产党要控制整个网, 网上很多资讯、数据, 本来不敏感的, 但是他认为敏感, 在这段时候要制造一个杀气腾腾的气氛, 让大家使用网上的服务的时候, 都要打醒12个精神, 如果不是, 可能动辄得足够。 现在张峰可能这件事, 无端端可能平时做得可以做的, 但是现在突然间赤道都收紧了, 就说你泄露数据了。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旁女人很清楚, 其实有些数据是官方的, 但是你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懂得比较的话,官方数据同样可以涉密的。 所以外国研究中国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靠什麽派间谍、情报等等, 它只需要从官方的资料裡面, 大家嵌嵌嵌嵌, 就嵌到个真像出来的了。 腾讯很可能是这一种, 怎知现在是逢彼之路, 于是要扣住它。 我立刻举例, 为什麽官方的资料都可能会涉密的呢? 你将它一件一件斩开,不会涉密的, 但是你将它加在一起, 就会涉密的了。 以疫情为例, 大家都看到疫情掩住那麽久了, 现在世卫专家团去了, 没有出现武汉病毒研究所, 极不可能是洩露病毒的。 世卫的专家讲讲完了, 大陆就拍了酒掌, 对听了。 但是它这句话其实是对不了焦的, 很有引导性以至误导性。 是吧?就是说, 源头极不可能是病毒研究所的, 你单单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它是针对着外国的一些讲法, 而且也没有证据, 但是大家关心的就是, 这个病毒的源头可能是在武汉市的其他地方, 不在病毒研究所弄出来的。 可能你如市场, 现在洗擦干净整年, 被人去找到什麽呢? 你完全是一种掩蓋的做法。 结果武汉市以前的市长周先王, 他讲,其实我很早上去资料, 我报了中央了, 不过我无权公开而已。 从周先王的新闻, 是刮了今时今日官方一巴, 因为今时今日官方的代表, 都说在2019年12月前是没有病毒, 在武汉传播, 你看它在玩文字游戏的, 它说2019年12月前, 如果12月1日开始, 踏入了1日,12月裡面事实就是有, 它不是玩文字游戏, 即是11月没有,没有什麽呢? 没有传播,即是没有爆而已。 而大家都知道爆是12月开始爆的, 而它没有传播, 但是它不是说没有出现过, 即是有出现。 周先王那些内容为自己辩解那些, 已经是讲了11月已经出来, 即是市裡面都知道了。 另外,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高福, 它自己又要卸祸, 所以它自己透过其他的学术文章已经讲了, 它12月已经收到武汉湖北12月, 它没有讲12月头还是12月尾, 总结和再收很多数据, 它去年的1月6日已经向中央打了报告, 直接交到政治局常委了。 它自己讲了出来, 大家对比一下那些日期, 看到官方其实掩盖了在武汉爆發的增长, 然后将焦点放到武汉病毒研究所, 没有蝕毒。 这个是不是牛头不搭马嘴? 所以从数据或者过去的资料裡面, 你只要懂得砍, 你就砍了中国很多所谓的秘密出来。 再加上武汉研究所其中一个负责人是石正丽, 原来石正丽在2015年讲关于病毒研究的东西, 全部现在都不见了。 你说这个世卫专家团去到, 可不可以做这些追查呢? 连中国官方怎样去决定何时公布, 何时去拿出防疫措施等等整个过程, 这个世卫专家组是否拿到呢? 拿不到的, 就要靠这些数据, 网上的资料嵌出来。 现在就说腾讯, 你在这方面的数据可能涉密, 即是怎样呢? 即是说, 裡面很多本来不敏感的, 现在官方都觉得很可能涉密, 于是就套帽子下去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关注, 究竟现在腾讯会不会变成第二家阿里巴巴呢? 马化腾会不会变成类似马云的第二版呢? 好了, 现在大家都觉得未有很明显的迹象, 这个马化腾都说我还可以周围去, 但是马化腾现在都很低调了, 大家看看, 因为从策略上当然不会逢起之路, 不会伸条颈被人斩。 大家现在可以看, 未来值得观察的, 究竟是腾讯辉类斩马迹, 于是张峰就出来, 或者现在就用它。 大家再看马云和蚂蚁集团等等, 我过去都分析过, 现在大家看到那个迹象跟我过去分析, 基本上是很相似的, 马云并没有因为这样松绑, 未有迹象的松绑, 连他在香港的豪宅, 有很多那些以亿计, 虽然以亿计, 包括建筑费不会那麽厉害, 但是现在那个物业都發生一些劳资糾纷, 我用轻勤点的字眼叫劳资糾纷, 还有些费用还未结算得到, 我不排除他这一两日裡面搞定的, 但是你竟然成为一个这样的新闻, 即是说中间的运作是否有些阻滞呢? 我过去都讲过马云是否已经安全着陆, 不是看他会不会亮相, 在萤幕上亮相, 而是看他能不能够毫无限制, 或者很自由地出入境, 而他出去的时候, 他的家人在哪裏? 有很多时候马云出得去, 家人不出得去, 你看香港铜锣湾书店李波就是这样, 他下来的时候, 可能他其他家人在国内, 他回去的时候, 他其他家人才可以出得来。 所以现在马化腾未到这样的地步, 只不过是大家去观察, 为何这样去整腾讯的高层呢? 除了他刚才讲涉物等等大数据,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反映到现在, 现在国内的经济真是在在虚材, 掠完马云即阿里巴巴, 他吐了三分二的钱出去, 决策权都没有了, 跟着马蚁又不准上市, 现在说谈好了, 但实际上控制权都不在马云那裡。 好了,这些肥猪肉那么好, 肥猪肉,下一家, 腾讯会不会是呢?不知道,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钟摆, 如果马化腾他懂得去避重就轻, 他从来没有一些那么出位的言论, 去到这些时候,他懂得避风亡, 可能压力小一点, 我亦都希望祝福他。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现在的经济, 官方在在虚材缺流多大, 然后他要斩你多大肤肥猪肉。 所以,这一个情况令人感觉到, 其实各样东西都要在风气之先, 国内有些人,尤其是高层权贵, 他在风气之先的时候, 就会事先将资产走掉了。 走掉之后, 你人怎样受限制都不会伤身。 好了, 从这裡来讲, 我们再分析到一个现象, 就是习近平或者现在中共高层, 他在二十大之前稳定所有东西, 除了经济一定要稳定, 不要出现很多民怨, 因为现在记住, 可能是一点火, 砰一声就不知怎样引發出来的了。 你看看现在国内那些抗争上街, 数以千人计算的。 跟着国内都很冬, 冬的时候有些地方现在是咳了暖气, 一咳了暖气, 你叫人在那麽冰天雪地的情况, 即是怎样生活, 现在的人都围住你党政机关, 往往啪一声就烧起来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一方面要控制住那个网, 腾讯、哈里巴巴或者国内刚才讲的Clubhouse等等, 它要控制住, 让讯息不要那麽自然流通, 形成官方的压力。 正因为控制网的时候, 又是很新的新闻, 原来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党政机关的新闻发言人, 现在有两个新动向, 第一不断增加, 增加到连过去没有新闻发言人的党的机构, 现在都有新闻发言人, 具体的中央统战部, 过去没有, 过去即使它会有发布会或者有类似的活动, 但它不会有一个发言人的post, 即是位置在那裡。 现在中央统治无猶, 跟着中央对台办又有, 大家都说已经有一个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已经有发言人了, 其实它们是一个招牌两面看的, 两个机构同一套班纸, 为什麽现在中央对台办都有发言人呢? 还有一个,中央对外联络部, 记住是中联部不是中联办, 中联办是港澳的, 它这个中联部是中国共产党顶级的设计, 它是机构设计裡面的四大天王之一。 这个中联部是专门跟外国, 不包括港澳台的, 它只是负责跟外国的政党联系的, 无论是同声同气, 或者是外国西方世界的政党, 这是一个党制之间的联系。 原来这三个部门都有发言人, 而且是新增的。 与此同时, 省级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过去省之下, 顶多都是司级幹部而已。 但是现在不是, 突然间省级的新闻发言人, 全部都是副部级, 升级先升下, 你做得好的可能升正部级, 正部级就有机会入中央委员。 这些令很多人口水流了,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很多人说是否对台要加强宣传, 你看中央台办都有发言人, 我的观察说不是, 如果增加新闻发言人是为了对台搞宣传的话, 我刚才讲的中联部的职责是不负责对台的。 为何他又要搞个发言人出来, 这个就不能够自圆其说了。 我的分析是说现在习近平又要将省级的新闻发言人, 从司级提到副部级, 又增加了党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过去没有的,现在都搞的。 最大的原因,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习近平要在二十大之前, 他不断要牢牢掌握所有宣传机器, 或者扩大, 或者提升这些宣传机器对党, 包括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然后以杜绝国内外、党内外不利于习近平的言论, 最重要是在这裡。 因为大家看,如果网上松的, 你怎知道到明年二十大之前, 中国的东西突然酝酿酿酿一声量变到侧面。 还有,现在将这些部门都派有一个发言人的位置, 而省级的新闻官又升了级, 你升了级,换句话说你的责任是大了, 当然伸水多了,这个用利益换忠诚, 当然是这样的。 你的责任大了的时候, 其中一个, 讲给大家听,体制裡面的人, 你不是单单讲党的话, 讲习近平的观点, 你还有一件事是要发现敌情, 所谓发现敌情,即是你外面各种的言论, 党内的言论, 或者有没有一些党的人去批评中央等等, 你这个新闻官是要夹着这些舆论的鱼, 国内,你看看国内很多大学裡面的传播系, 其中有一节是愚情研究, 他就怕这一类影响到民心思辨, 所以现在那麽多新闻官出来, 你就是要在这些言论上, 避免在二十大之前, 出现更多不利于习近平连任, 第二次连任的舆论, 当然也要继续将习思想, 将党内的利益宣传给人听, 所以两重功能它是突出宣传的, 低调是怎样保护习思想, 习近平利益、党的高层利益, 这一个其实才是最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发言人制度巩固, 原来又在铺路为明年的二十大,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又有近期一个新闻, 所以我们看中国新闻, 其实我经常讲条块分割, 你看清楚这个事件裡面, 有几多个关联的地方分清楚, 然后又要将这些条条块块组织回来, 有微观有宏观就看到一个大的方向了, 我又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怎样呢? 就是国内讲的, 就是习近平已经成为了修规大王, 修规大王?贪污?不是, 是,记住我现在讲的修是什麽呢? 是修改的修,不是接修的修, 不要冤我,说我抹黑习近平,不是, 这个修规大王修改规定, 习近平做到很足,为什麽呢? 原来他在2012年上台没多久, 就是宪法修改了, 宪法修改了,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所以他寄望2023年之后, 他仍然是国家主席, 原来所谓修改规定, 在党裡面的很多规章制度, 这个不需要经议会了, 就是由党裡面去改, 党要求改,或者有权力改, 又一下改都不用通过的, 是什麽呢?就是习近平。 原来现在由2012年到今时今日, 大家其实有统计,不是什麽秘密, 他什麽时要求修改哪一个条例的规定, 原来现在發觉过去这8年多的时间裡面, 习近平所修改的党内的规定, 已经是过去那麽多领导人, 任来修订党的规定的总和了, 是否可以叫修规大王, 修改规定的No.1。 为什麽要这样做呢? 当然是修改到有利于他继续巩固他的权位,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看修改了什麽内容, 我拿回他的文字来。 其中一个就是以前有讲明党员讨论的时候, 党员以个人名义投稿、送稿即是發稿, 无需经过他所在的党组织审阅或批准的, 都算有党内言论自由, 但是后来修规定之后, 这一句没有了, 你说这个不是习近平的, 胡锦涛的年代已经是这样的了, 但是后来又曾经被人吵得很厉害又改了, 但是现在又没有了, 所以这一个究竟党内民主有多少是做到呢? 好了,他修改了很多规定裡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党员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见, 现在修改了之后仍然有这一句, 没有删的这句, 不过你不删,你可以加东西下去, 加东西加了一句什麽呢? 加了一句叫按照规定, 即我要發表言论, 但是我都要按照规定, 规定是什麽? 就是按照规定, 规定是什麽? 按照规定, 这些就是中国官场裡面的游戏, 所以国内的人很清楚, 大家都问哪一条法律最大的, 大家都说从理论上, 宪法最大的, 因为有宪法才有其他指法, 所以宪法最大, 但是官员告诉你, 中国法律不是宪法最大, 哪一条法律最大? 那条法律就叫做有关法律, 有关法律即是哪一条? 即是有关法律, 有需要的就拿那条, 所以现在修改完这个规章制度之后, 令到习近平的权力更大, 作为党员9200万党员的权力, 其实越来越少, 所以在国内很多党员都没有什麽要求, 最紧要保留党票, 他们讲另外一句说话, 就是叫什麽呢? 我们都坐乖无形监的, 他们讲无形监, 他不是真的坐监, 但是你多多东西绑住他, 很多东西要做又不能做, 再加上另外四个字, 妄议中央, 你们妄议中央是罪, 现在讲到加了两个字六个字, 不得妄议中央, 还有现在那麽多收规, 即是收规规定, 你便怎麽搞了?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 其实是在在反映了一件事, 习近平要做好他二度连任准备的时候, 无论在人选我过去都分析过, 从一月开始他已经在中层裡面换人, 再经地方的人大将这些人推入地方的岗位, 然后逐步跟着上中央委员, 部署明年二十大的人脚, 跟着现在又有那麽多控制网上等等, 还有一件事, 腾讯的新闻其实是间接控制住民营企业的资产, 这裡看到现在北京面对的内外交困的情况, 讲到内外交困不能够不提拜登在年三十晚, 即是美国时间,不知是年二十九还是何时, 跟习近平通了电话, 你说他借着春节拜一下年, 但接近上任整个月才通电话, 其他那些已经通了, 你看看美国对中国这个态度究竟是怎样呢? 跟着还有一件事, 就是拜登第一次公开作为总统, 提出他是关注港台新疆, 具体没有讲了, 还有,与此同时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肖美琴, 可以直接,而且亦是第一次, 是进入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 同一个美国的高级官员, 虽然不是去到布林肯国务卿那级, 但是都是助理国务卿,虽然是代理的, 那级都算特别,那个叫金城, 这些行动就说明拜登他过去所讲的, 美国采取的是叫做strategic patience, 即是战略性引来, 有些人说他都是软弱的, 所以引来为主, 是没有战略的, 但是现在大家慢慢陷下这些图画的时候, 他可能是一种战略, 先在周边跟他西方盟友在亚洲, 甚至上以致在越南, 美国在越南, 最近越南跟美国, 尤其是美国航空母船进入南海的时候, 越南没有表示反对, 大陆那边不断干预, 你入南海不行了等等, 再再宣明这个战略是先报好局, 然后才出招, 这些我过去都分析过了, 所以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大家就看看美国关注港台疆, 跟着又跟台湾的关係越拉越近, 令到习近平即使你继续表态, 这个是我们内部事务, 你讲完有什麽用呢? 所以这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我的判断是他寄于习近平, 很可能要考虑国内的稳定为主, 如果这个都不稳定,他的压力就更大了, 或者可能有反对力量凝聚起来反攻倒栓, 我估习近平都看到,他不会那麽蠢, 我们大家从局外看到,他在局内更看到,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愚昧到什麽都觉得很安全, 他一定有个危机感, 但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他对外的左右开工, 一定会无得得心应手了。 趁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是否应该多一些去观察一下,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习近平个人的能力能不能够顶得住那麽大的冲击呢? 即使他会用利益来换忠诚的, 过去我都讲过,他是给利益军队, 然后军队就好,我支持你, 他是不让其他领导人蝕足军队的范畴, 你说可以, 但是现在你会看到, 他又开始在宣传口裡面利益换忠诚, 而且连敲锣打鼓的政协委员都要更加忠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会去吹谷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因为利益而忠诚, 大家都会忠诚的, 不过是因为利益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如果形势一变的时候, 会不会树倒湖宣散呢? 我不知道, 而眼前我也觉得共产党高层, 习近平的凝聚能力仍然有, 就是因为他牢牢持着利益与专政机器, 但是形势怎样变呢? 我经常讲这个就是钟摆, 看看钟摆向哪边, 这些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够驾驭, 也不是我们去关心的, 因为往往是内斗, 大家利益冲突, 看看压不压得住而已, 而这个内斗就是他们很多政治天性, 我们是影响不了,我们也禁不了, 他要斗起来来说, 天要下雨,梁要嫁人, 毛泽东讲怎麽阻, 所以这些都是要继续观察下去了,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总之大家牛年裡面, 好像日日都牛一那麽开心, 身体壮健如牛, 这件事就是最好的祝福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